以塞亚书 三十三至三十四章 因為我們一直等候你 願你天天作我們有力的備忘 作我們患難時的拯救 聽見你的聲音 敵人就逃跑 你一起來 各國就四散 無從和蝗蟲怎把田地和葡萄樹吞滅正盡 阿術戰敗的軍隊也要照樣被吞滅正盡 儘管上主極其偉大 住在天上 他卻要使耶路撒冷 成為他公正公義的家 到了哪一天 他要作你可靠的根基 給你封聖的救恩 智慧和知識 敬為上主將善你的財富 但現在你英勇的戰士當眾哭入 你尋求和平的使者 在痛苦絕望中大哭 你的道路荒良 行人絕跡 壓述人破壞和平協定 不在乎他們在正人面前的承諾 他們不尊重任何人 以色列地 哀痛衰敗 泥巴亂 羞愧衰亡 沙倫平原 現在成了曠野 巴山和加密 遭到勞略 但尚主說 我要起來 現在我就要顯出我的能力和偉大 你們壓述人 只生產乾草和蜜茶 你們自己的氣息 要變成火焰 將你們吞滅 你們的百姓 要被徹底焚燒 就將被撼下雕進火中的驚激 你們遠方的民族 要聆聽我的作為 你們近處的人 要承認我的能力 耶路撒冷的罪人 恐懼發抖 驚恐抓住不敬虔的人 他們大聲喊叫 誰能忍受者吞誓人的烈火呢 誰能在者吞滅靜盡的大火中幸存呢 那些誠實 公正的 拒絕以欺詐獲利的 遠離賄賂的 掩耳不聽謀殺者的 閉目不受誘惑犯錯的 他們將要住在高處 山領的盆石 要成為他們的堡壘 他們有食物供應 也有豐富的水源 你們要親眼看見君王無比的輝煌 也要看見遼闊廣大的土地 你們將回想起現在者恐怖的時刻 說 哪些亞術的官員在哪裏呢 他們曾數點我們的城樓 哪些記帳員在哪裏呢 他們曾把哪些從我們失陷的城中 略奪的物品紀錄下來 你們不再看見哪些空晚殘暴的人 他們的言語怪異 無人能明白 相反 你們要看見石安是舉行神聖節日的地方 看見耶路撒冷是寧靜安全的城市 他要像一個城索拉緊 缺止牢固的帳幕 尚主要作我們的大能者 他就像一條寬闊的護城河 敵人不能如月 敵人的船隻日無法洗過 因為尚主是我們的審判者 我們的立法者 我們的君王 他要看顧我們 拯救我們 敵人的懷竿截斷 攪盤無用 算盤鬆開 他們的財富 要被上帝的子民瓜分 連徐腿的人也有份 以色列人不再說 我們是抱病無助的人 因為尚主要赦免他們的罪 第34章 地上的萬國喔 要前來聆聽 願世界和世上萬物都聽見我的話 因為尚主被激怒 要攻擊萬國 他要向他們全軍帶發列路 要徹底消滅他們 他們已經難逃被殺戮的下場了 他們的屍體無人陰埋 附屍的惡臭 彌漫大地 他們的鮮血要在山間流淌 頭上的珠天要消散 像書卷一般卷起消失 眾星要從天混落 又如葡萄樹飄落的枯葉 又像無花果樹上乾枯的果子 當我的刀 完成了在天上的工作 他就要落在以東 這個我做了標記要毀滅的國家 尚主的刀 尖滿了血 塗滿了油脂 是羊羔和山羊的血 是用來獻祭的公綿羊的脂肪 尚主要在波斯拉城獻祭 他要在以東大行殺戮 就連藏魚野牛的人也要死去 年輕人和老年的士兵要一同倒下 大地要被鮮血浸透 土壤要吸飽油脂 因為這是上主報仇的日子 是以東要為他對以色列所做的一切遭報應的年日 以東的溪流要鑄滿燃燒的柏油 地上要成為一片火海 對以東的這次審判將沒有窮盡 他焚燒冒出的濃煙要不斷離慢 那地將世世代代荒涼 空無人居 沙漠蕭和長耳蕭在哪裏出沒 大蕭和烏鴉在哪裏安家 因為上帝要仔細計量那地 要使他混亂並將其毀滅 那地要稱為空無之地 那裏的顯貴很快都要一去不返 宮殿要掌滿驚擊 沉麻和疾泥在那裏的寶女生長 那些廢墟要成為柴狗出沒的地方 成為貓頭鷹的住處 放漠的走秀與土壤混雜 徹夜蠔叫 野山羊在廢墟中互相呼喚 夜間的生物也要來歇息 貓頭鷹要在哪裏竹巢下彈 呼肉有鳥 並用雙翼掩蔽它們 禿袖要飛來成雙成對 你們要查考上主的書 看看它要做什麼 這些飛鳥和走秀 沒有一個遺漏 沒有一個缺少配偶 因為上主已經應許 它的靈要使這事全部實現 它已經策量和劃分了這地 把它交給那些動物 它們要世世代代永遠擁有它